在剛剛我們講到了 陸客團來台8年的這段時間 其實他在台灣消費不是沒有 我們說這要說多少 特別是他在我們台灣 Shopping的這個費用 你可以看到中國團在這個地方 第一名 他花錢是有花的 我們必須幫他們說一句話 問題是剛剛我們講到會長 錢花在台灣 問題是有沒有介紹 台灣的業者的口袋 恐怕我們擔心的是 其實那是一條龍的一個 營運模式 那怎麼辦 你有消費啊 台灣人沒賺到錢啊 如果我們單打獨鬥的話 跟這個一條龍來對抗的話 那台灣可能就是會跌到 這個紅海裡面去了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做一個台灣的一條龍 台灣也可以有一條龍 當然可以 因為台灣非常有競爭力 我們台灣人有創意 形成品質都可以顧得很好 把好的導遊 好的景點 好的飯店 做詳盡的管理 來 會長跟我們說看 這一條龍要組起來 我們要哪一些人才把它set up起來 第一個 首先是我們的交通公司 是 我們的交通公司很健全啊 我們台灣網路非常地發達 像蜘蛛網一樣 遍布全省啊 對 那我們的 我們的 driver也非常地好 對 數值很高 對 我們的導遊呢 數值也相當地優秀 對 那緊接著呢 就是我們的旅行社服務也非常好 是 你看看你到中國去啊 你特別去看那個餐廳的服務 或者是飯店的服務 或導遊的服務 沒有笑容啊 我們是發自內心的微笑 讓他非常感動啊 是 所以我們在卵實力的部分呢 遠遠超過中國大陸約有20年 對 再來呢 我們如果說這個 我真的要我一條龍來接的話 我們當然會去注重品質 我們不會去賣假貨 我們會去把所有的這些 應該賣的東西 讓客人呢 能夠得到保障 讓他們安心的去購買 對 那所以呢 我們光打不賣假貨 能夠安心購買的情況之下呢 那請問一下 大陸客他要缺這個暴利的話 一條龍要缺暴利